先講帳的這回事 來醫生 每天中大概三點吧 每天告訴你查帳 告訴你查帳的進度 但說實話 那些查帳的進度 真的是你要看到的東西嗎 包括這兩天 大家在講的 監察院媒體上報導 監察院是不是有告訴他們說 對那四月份人就告訴他 你的帳不完整 為什麼這件事情 大家會鬧得這麼喧騰 對 今天下午的三點 每天的三點 政治現今疫情發表會 他們記者會 今天主要因應的就是 鏡週刊早上的一篇報導 鏡週刊最大的爆料就是 監察院四月七號 就已經收到 你們的政治現今的申報 而四月八號一早上 系統就發現裡面有問題 而系統有問題 第一個 總部就早就知情了 所以總部早就知情 在四月的時候就知道 這件事情就起人疑鬥 為什麼你們八月才去處理 所以競選總部 今天所謂的三點黃三三 開一個記者會 也證實了四月八號 他們系統通知 不完整資料 而競選總部的財務部門 表示他們知情 所以這裡才出現競選總部的財務部門 更進一步向監察院詢問 承辦人員是什麼問題 承辦人員告訴他說 因為你們的收入金額高於富邦帳戶金額的三億期間多 不管重點來了 我們之前都沒有從來沒有質疑過所謂的收入問題 他們今天又自證了自爆一個疫情 收入項也有問題 因為是監察院系統告訴他們收入項有問題 第二個你總部的人員這個財務部門的人員到底是誰嗎 總部已經解散了喔 這邊有三個議員喔 選舉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選完以後大家都解散了 如果監察院的申報有問題 第一個會通知誰 通知候選人嘛 結果柯文哲今天在家門口受訪的時候說 他不知道我直接講啦 你兩個選一個到底是說謊還是真不知道 叫做無能無能跟說謊你選一項 這兩項都足以讓你推出政壇 因為不可能已經送入加護病房 也就是說所有的候選在選舉過後 他的監察院的所謂的政治獻金申報 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如果出問題 這個叫做送入加護病房 他自己當醫生怎麼會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沒有指示 所以這個總務財務部門 是不是就是你柯文哲 只是趕快去問是什麼問題嗎 這第一項疑慮 柯文哲你到底知不知道 到底哪一個財務部門去告問 跟偵察院詢問這個收入的問題嗎 另外就是所謂的2000萬的額度 因為你們記者會 第一次記者會開的時候 是說1800多塊嘛 2000萬是誰從誰口中裡面說出來了 是柯文哲 所以今天鏡週刊的爆料裡面 也說出監察院就說 你們在所謂的支出項 有所謂短差 所謂2000萬的金額嘛 而這2000萬金額 才導致了後面會計師 要自行調節這相關帳戶的問題 等一下 黃先生的意思是說 沒有沒有沒有 監察院不會告訴我們2000萬 他只跟我們講說 那個報的不完整 所以他們就不完整 所以那會計師 他們就直接在群統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沒錯 就是這個2000萬 但是這個2000萬的這個數字 是從柯文哲的嘴巴裡面說出來了嘛 今天鏡週刊是說監察院說的嘛 是2000萬是監察院 告訴你柯文哲總部的嘛 所以這個2000萬到底數字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你柯文哲早就知道 這2000萬是有問題 而你一直不講嘛 第三個疑問就是這個 這個事件表裡面很清楚 這個今天下午3點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去說明這項 為什麼這裡有很多的疑慮 如果會計師自行去調節這些帳戶 他為什麼要分三個時間點 從4月17號去審委宣登陸 柯營支出尼奧的200萬 時樂的500萬是5月29號登陸的 6月29號是尼奧的216號是登陸的 這中間的過程將近兩個多月 會計師如果要自行調節 反正沒有收據 我自己也高興就高興 我就一次就做了 我就一次就做了 是三筆而已啊 為什麼中間所謂差了 將近兩個多月的時間 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會計師在等什麼 會計師在等上面的指示嘛 我們一直懷疑 會計師有必要為了你們柯文哲 自行調節自己的便利 去調整這些嗎 我幹嘛要扛這個風險 所以他一定在等單據 等收據等證明說 或者是等總部的指示 到底我要把這個缺額 登陸給哪一家公司嘛 包含四家公司 九張發票嘛 這裡只是呈顯出 大家最正義的 那個916萬的部分 中間相差了兩個多月 總部有沒有解釋這兩個多月 到底會計師在等什麼 你們總部人員有沒有指示 會計師等一下 我們去喬一下 去把所謂的帳對好 他們之前不是說有17張發票嗎 為什麼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你不把那17張發票找出來 給會計師登陸 因為你說真正的發票是那17張 他們說都有啊 都有啊 17張啊 三天你們可以找到17張 為什麼在四月的時候 你找不出這17張 給會計師去登陸正確的 所以我要幫端木正講話嘛 為什麼端木正 等了三兩個多月 結果登陸了這三家公司 但是總部沒有給他 現在開記者會的那17張 這是有鬼嘛 OK